國內的疫情升溫之下 這社區感染非常嚴重 萬華成為了重災區 而今天又傳出來是 萬華區的長照機構 現在面臨的威脅 因為有著名確診了 有一名長輩他感到身體不適 在18號的時候 他進行了核酸檢測PCR是確診的 而且收支到仁愛醫院來住院 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是 已經先匡列了22位的密切接觸者 PCR檢測結果還好是隱形 你說裡面有發燒的 沒有啦 哪有 是社會局 我們走路 長照中心員工強烈駁斥 而住民家屬也是疑問三不知 住戶好像有發燒 那不知道 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都不清楚 他們現在都不能探病 不能進去探病 不能啊 他進者發燒 所以就要請 萬華正職染疫風暴 長照中心傳出疑似有人確診 不過社會局澄清 18日的確有一位住民發燒 院內緊急將五六樓的工作人員 全面裁檢 大家所關心的萬華區老人安養護機構 這個疑似有老人確診 長輩確診的這個事情 那目前等待整代 這個PCR的最後檢驗結果 那檢驗結果出來之後呢 會同意對外說明 PCR檢驗尚未出爐 指揮中心也呼籲 不要隨意傳播訊息 很多地方或是他不管是機構單位 公司都會有陸續出來 大家一樣接到這樣的訊息 那大家還是先確認一下 不要尤其這樣的訊息 隨意的去轉發 那病毒傳染威力驚人 牽引發動全身 只盼相關機構能儘快掌握最新狀況 避免再爆硬心傳播鏈 記者綜合報導